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有好几个朋友给我发私信 不约而同都想问我 他说你是怎么看待 朱毅这次在花样滑冰预选赛当中 出现的这次重大失误 你能不能聊一聊 其实我说实话 我个人当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本人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天大的事 但是为什么 我又决定做一期节目来聊一聊 原因是从新闻到现在 我做节目 当下中间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 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我们国内舆论场上 我似乎闻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 我觉得有必要出来跟大家提个醒 当然了 以下也仅要代表我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一家之言 为什么说这次朱毅的失误 引起国内观众这么热衷的去关注这个问题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的焦点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根源在哪 根源是因为他这次失误吗 显然不是 根源在于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很特殊 朱毅是谁 朱毅是一名我们众多海外规划队员当中的一位 大家知道这些年 我们国内为了提升我们国内有一些弱势项目的水平 补齐短板 我们采用了开始大量规划海外优秀队员 加入中国国籍代表中国参战 这么一种方式 其实很多我们中国老百姓 对海外规划队员还不是很熟 大家在接受程度上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这个也正常 其实海外规划 在西方世界 发达国家那边 非常正常 人家几十年前就一直这么干 一直干到现在 说到底什么 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这些年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经济发展的好 国力提升的快 我们也有这个需求 我们也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快速拉升我们的某些项目的成绩 也带动我们国内这些项目的发展 那么在这些海外规划队员当中 朱毅 谷爱玲 包括我们这些冰球队 十几名队员当中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加入中国国籍的 也许有些队员是真心认同中国 另外有些队员是 站在自己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 你甭管怎么样 总之的结果就是人家愿意放弃 自己原来的国籍 拿中国的护照 披中国的战袍 替中国出去参战 给中国赢得荣誉 这个总不是什么坏事 对吧 大家要习惯 大家回忆一下 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 我们的人是经常被人家发走的 比如说乒乓球 羽毛球 跳水 游泳 我们这些传统的优势项目 之前都是大量的优秀队员都去了海外 大家有印象吗 是吧 我们经常在比如说乒乓球决赛上 说中美对战 结果上来的美国队员 大家一看认识干嘛 前两年刚从我们这走的 所以当时 我们对于海外规划的印象 是停留在我们被人家挖走 我们的人被人家挖走 当然风水轮流转 对不对 我都说了 我们中国现在强了 我们开始挖别人的优秀人才了 这个都正常 互相挖来挖去 这个都正常 打个最简单的比喻 就是两家公司 对吧 中美两家公司 彼此竞争 是吧 直接竞争关系 那我肯定是希望你的高管也好 科技人才也好 能在我这儿 为给我效力 对吧 那么我想说的是啥呢 我为什么觉得 我们目前这个舆论场上 大家对朱毅的这种关注度 当中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谁最愿意看到朱毅在比赛当中失误 甭管是在什么 什么预赛当中失误也好 或者说在决赛当中失误也好 总之到底谁最不希望看到朱毅 古爱玲 包括众多的海外规划队员在中国的表现 差劲 谁最希望看到 谁最希望看到 我那不是举那个例子吗 中美两个公司 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他离开的公司的老板 他最希望看到这种结果 对吧 朱毅也好 古爱玲也好 之前是美国公司的 决定舍弃美国公司辞职不干 来中国这家公司干 刚开始对于美国来讲 他也接受不了 大家看 如果说您有精力 或者说您有时间 您去看一下海外媒体 对这些海外规划球员的报道 其实很负面的 站在他的角度 他是很负面的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也正常 也正常 刚开始他可能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刚开始 比如说美国公司 对于这些朱毅古爱玲 他说不要走 对吧 中国联合不好 那家公司不行 咱这有发展 再说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是吧 接受了我们这的教育 接受了我们的训练 现在你成才了 这个时候你离我而去 我接受不了 对吧 我可以提高待遇 我挽留你 好言相劝 但是他发现 留不住 人家去意已决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干嘛三脸了 就开始背后骂你是吧 诋毁你 说你什么网恩负义 数典忘祖 什么什么词都用上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这些被我们挖来的这些优秀人才 进入到我们这家公司 开始干活的时候 站在原来他的老东家的眼里 他肯定是希望你在这发展的不好 或者说 这些被我们挖来的人 在我们这个公司里 无论是跟我们的老板的关系 跟同事的关系 你处不好 处得越差 他在他看来 他越开心 大家懂我意思吗 这个逻辑能理解吧 所以说 大家只要是 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 我们就知道啥意思了 你看这次注意 在比赛结束之后 哭的哗哗的 是吧 没下场 他就已经哭成泪儿了 他本人他知道 这次发挥的太差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身上背的压力太重了 对吧 我们这个公司高薪把你挖过来 是吧 我们作为老板也好 作为同事也好 肯定对你有特别大的期望 是吧 我们这么重金把你聘请过来 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肯定不希望你搞砸 你的压力就很大 是吧 你之前的老东家 那帮人都翘手 等着看你笑话呢 是吧 你搞得越杂越好 是吧 两面块压力给他 他成了加薪饼干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注意后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谁最先扑上去的 哪个媒体 是美国媒体 不是我们中国媒体 在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要承认 西方媒体在煽动舆论 带风向 在这块 比我们强很多 人家在这块面是做专业的 知道吧 专业煽动 专业造谣 专业带风向 几十年 人家是这方面的专业 咱必须以后 有些方面得向人家学习 你看他们就是闻着点腥味 他们就扑上去了 在注意 失误之后 是吧 心情最低落的时候 美国媒体扑上去 这个时候 美国媒体就不像 刚开始主意走的时候 那样在背后骂人家了 干嘛 他突然表现出特别的不爱 对吧 来吧 抱抱吧 对吧 在我这里才有最温暖的怀抱 我这里你才能体验出 你才能体会出这种家的感觉 干嘛 这是干嘛 这就在分化 这个新员工 我们的新员工 和我们这个公司的关系 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是老板也好 我们是同事也好 对主意 对这样的新员工 我们再打加踏伐 是吧 然后网抱 是吧 在恶语相向的话 你想想 那么正中了他们的诡计了吗 主位 他正需要你们对这些新员工 是这个态度 这个时候赶快送温暖 对吧 送怀抱去了 之前是吧 前脚还对这些 刚走的这些员工 恶语相向的 突然发现你这里边好像处的不好 因为你在工作当中的一次失误 你被那些人嫌弃了 太好了 这个时候我马上跳出来 马上跳出来 再给你伤口上撒把盐 就这么简单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要上当 我们中国的这些观众 不要上当 无论是对主意也好 对其他这些海外规划球员也好 他们的成绩 说实话 比赛场上胜负都正常 当然中国男足除外 对吧 数十年如一日输球 那个除外 其他人你只要是尽了力 甭管你身份是什么 你是规划球员 你现在也是中国人 你拿着中国护照 披着中国战袍 你也是中国人 我们都要接纳他 尤其是不能让之前他的老东家看笑话 他最希望你骂他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站出来骂他 他郑重 郑重他下怀 看到没有 人家是有阴谋的 我们不能说按照人家给我们画的这条线往前走 按照人家给我们挖的坑 我们往里跳 我们不傻了吗 对不对 越是这样 我们越要给主意安慰 越是这样 我们越要给这些新员工 新加入的这些队员们 以宽慰 以包容 你让那些他的老东家 他这叫什么 不能见缝插针 这叫啥 这叫策略 这叫策略 其实我们无论是我们 我们中国百姓 我们网民比较 在国际舆论斗争上 可能还缺乏一些经验 在这点上 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警觉性 不要太 不要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要太 那么直不愣登的 你知道吧 你这中了他奸计了 你看看现在海外媒体 英文媒体 西方英文媒体 世界主流媒体 我们必须说 现在对朱益这件事情 他就开始干嘛 给你煽风点火了 知道吧 各种版面 刊登的都是朱益 在北京冬奥赛场 赛场是吧 通呼流涕的相片 然后下面都写上什么 哎呀 你看中国网民 对人家网报 是吧 人家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然后呢 这是我们中国人就不依不饶的 怎么怎么想 你看就来了 这些玩意就来了 懂吗 因此啊 我就提醒大家 我就提醒大家 凡是敌人喜欢的 我们就要摒弃 凡是敌人想让我们做的 我们坚决不做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不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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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说咱们 说咱面 好吧 赛场上 胜败很正常 失误也很正常 不要让这些 本来这些规划球员 已经身兼双方面的压力 老冬家也有压力 是这个新冬家也有压力 已经快自己被压的成 加薪饼干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 我们作为新冬家 作为他新的队友 新的一个战壕里的 战友来讲 给人家再施加这些 不必要的压力 这都叫不必要的压力 这叫什么 这叫内耗 这叫内卷 千万不要这样 放开胸怀 接纳他们 接纳他们的成绩 也要容忍人家失误 就这么简单 你不能说 你引进一个什么 科技人才 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员工 你只准成功 不许失败 我觉得也不尽人情 也不合逻辑 对吧 以后再说实话 如果你对朱毅 是这个态度的话 大家如果都是 这样的态度的话 那谁以后还敢当 规划球员 作为中国的规划球员 谁还敢来 是吧 那些人家 以前可能享有这个心 加入中国国籍的 这些优秀人才 人家不敢来了都 一下一来 我天 这么大压力 我不能失误 我一失误都会被骂死 谁还敢来 那没人敢来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要体现包容 体现宽大 体现我们的 这个叫什么 我们的善良 能看到我这个视频 我希望大家能够平心静气的去想象这个逻辑 看我说的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不要中计 我们最后不能说 费了一大圈 花钱是小事了 费这么大劲 规划这么多海外球员之后 再含了人家的心 影响面太大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能主动递刀子 给那帮西方那帮玩 他们一天到晚抹黑 咱还不够吗 我们还总是给人家递弹药 递刀子 送子弹 咱干嘛呢 咱没事 因此不管注意也好 古埃灵也好 在我看来 这些海外规划球员 越是对海外规划球员 前期我们都要宽容 不要给太大压力 放心去比赛 我们信任你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就这么简单 好了 今天啰啰嗦嗦 聊了十来分钟 给大家就关注我的频道 分享 点赞和评论 我们下次再见